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或者可以这么问 这本书揭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会让我感觉到被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感秘密呢 本期狗熊阅读 美国亲子关系专家史蒂芬·波尔特的著作 爸爸的力量 The Father Factor 一开始我先说一个自己的故事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朋友 某天忽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消息 他说觉得我没有把他当作朋友 他觉得自己很努力的帮助我 也很热情 但我却只是很冷淡的对待他 我收到信息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震动 因为这位朋友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 他在很多方面都给过我支持和鼓励 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我是那么冷淡的 或者说不把他当朋友的人呢 我连忙打电话给他 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也试图表示歉意 最后呢 当然消除了误会 我也想 哎呀 这位朋友太敏感了 我的性格呢 是有些自我和独立 可能呢 他把我的性格习惯呀 理解成了我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够深了 打完了一个挺长的电话之后呢 误会消除 我开开心心的洗漱上床 并准备休息 有种把问题解决了的释然感 但就在我快要入睡之前 一个疑问闪过我的脑海 我忽然清醒了过来 然后就很难睡着了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 这会不会是我一直都有的问题 而不只是这位朋友过于敏感呢 我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做教师 一开始呢 也和同事们关系特别紧密 经常一起出去喝酒 宵夜 黑哥 但后来不知道为何 我和同事似乎立得越来越远 当时很多非常亲近的同事 也会好长时间没有联系 有一次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知道他们给我取了一颗外号叫 石头人 但我并不以为意 之后呢 我在一家公司打工 做设计与策划的部门经理 我也和一群同事关系很紧密 也经常一起吃饭 但他们中真正成为 我到现在还经常联系的朋友的人呢 只有那么一两个而已 甚至连当时我觉得 是自己的好朋友的一些同事 现在呢 也很少联系了 然后我开始创业 但因为把玩 一起玩的小伙伴当做合伙人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呢 我浪费了近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经济基本上完全崩溃了 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 我开始独自注册 运营了一家公司 过程中呢 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自己很内向了 他的性格却比我更加内向 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就这样呢 比较顺利和正常的走到了去年 再之后呢 我来到了新西兰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我制作播客的这几年呢 我读了一些书 结交了一些朋友 我的思维比起以前呢 已经开阔了不少 我开始发现呀 自己的性格很大程度上 和我的父亲 和我的老爸有点像 我的一些带人出事的方式呢 好像就是我父亲的翻版 我的父亲呢 是一个和别人有一定距离感的人 他不善于和他人相处 经常也被别人认为呢 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 想想我被前同事评价为石头人 想想我在过去呢 不常和同事们成为朋友 想想我选择了 独自一个人开始创业 这些选择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呢 是的 这些看起来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和行为 其实都是在我父亲的阴影下 做出的选择 为什么我的朋友说 我没有把他当作朋友呢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 不善于主动关心他人 主动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 这样的性格导致我的行为 让人觉得有些距离感 感觉有些高冷 那么为什么我会形成这样的性格呢 答案是我的父亲 不知不觉 我父亲的行为 成了我在职场社会 还有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开始 并且呢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其实不太喜欢 也不太习惯去谈论自己的父亲 在阅读这本诗的时候 我却发现 这并不是我的个例 我并不孤独 实际上呀 大多数人都不太习惯去谈论自己的父亲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父子关系呢 其实并不理想 正因为这样 我今天才专门选择了这本书 虽然就像开头时我说的 这本书的文字节奏和内容不算很好 但他讨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其实只要明白 甚至只是觉察到父亲的影响的话 你就有可能解决一些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 这也是我鼓起勇气 打算借助这本书的分享契机 深入研究和剖析自己父子关系的原因 也许呢 借由我的故事 你正在听节目的你 也可以审视一下 你的父亲在你的生活中 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不管你是否追随父亲的职业脚步 父亲的因素呢 都在以多种方式发挥着作用 它既可以造成你工作上最大的弱点 又可能形成你的主要优势 还可以决定你对工作的满意度 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呢 父亲在孩子的职业选择和工作习惯方面 确实具有超过母亲的重大影响 职场一直是男性的竞技场 男性呢 也总是根据他们的工作 和取得的事业成就来定位 当我们在自己的舒适状态下工作时 一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暴露出来 但如果碰到压力很大 时间紧急 老板或者是长辈咄咄逼人 你感觉自己即将崩溃的时候 在那些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在那个时候 你和你的领导或是上级 或者是下属的对话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 想象一下你处在非常严重的压力之下 你一般是怎么和别人相处和对话的 在那个情境下 你所说的话 有没有让你回想起你小的时候 爸爸对你说话的方式呢 你的语调和内容 是不是和你爸爸跟你谈话的时候 相同或者恰恰相反呢 你在那些情情下 是否和小时候和爸爸争辩的时候 感觉类似或者相反呢 如果你认真的想一下 会不会发现你对待老板的方式 就像是你和爸爸相处的方式一样呢 而你对待你的下属的方式 也会很像你的爸爸对待你的方式呢 作为事业方向的基础 爸爸的影响力 这一父亲因素 在有义无意间 主导着你的事业选择和发展 影响着你追求卓越的能力 以及你建立有意义职业关系的能力 而父亲的教养方式呢 则是形成你事业中父亲因素的模板 除了事业之外 你的婚恋也常常受到父亲的影响 因为人们往往会选择 与自己父亲特点相似的爱侣 特别是女性 很多人都相信啊 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讽刺的是这种态度啊 让过去的历史更有力量来左右我们 父亲的养育方式 与子女成年后的职业选择和工作行为之间 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未被发现的 或者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联系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基于依恋 如果你想要了解这种力量呢 必须把握住依恋这个概念 尤其是在与父亲的关系方面 在此脸中对依恋的解释呢 是这样的 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连接在一起的感情 感情的投入 带着尊敬 这样去概括这个概念呢 是基本准确的 如果没有依恋 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将不复存在 依恋是我们与社会 未来伴侣 孩子 同事 顾客 用户 主管 还有自身产生关系的一个基础 别忘了 我们是被人际关系 普遍联系起来的 衡量情感和精神健康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考察建立和维持生活中 各方面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我们生来就想去接触和依恋他人 并取得联系 依恋的内在动力 以及对依恋的需要 会在我们整个生命过程中存在 并且从不减少 即使成年后 精神和情感健康的标志 也是拥有建立有意义的依恋的能力 依恋研究和依恋理论的先驱呢 是英国心理学家约翰·波尔比 他指出啊 对于个性的发展 没有任何经验 比儿童在家庭中的经验 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最初与父亲的情感连接 是我们开始了解 我们是谁的第一步 尤其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上 好的消息是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依恋类型 你都可以克服它的负面影响 转变负面影响的第一步呢 是先测出负面的程度 为了帮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首先要确定 你的依恋类型是什么 依恋父子之间的依恋呀 主要有四种 断序型 回避型 抑郁型 还有安全型 断细域型 就是断断续续 断细群的这个关系呢 是愿意 随机 而且不会始终如一的 有些时候呀 孩子情感上的爱 支持和关心 生理上的食物居所 还有精神上的母观交流 谈话等等 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而其他时间呢 父亲没有能够满足 这些基本的需要 如果孩子从出生到十岁期间 这些需要未能满足的话 它会形成对于世界的某种体验 比方说 如果一个小姑娘放学 回家的时候呢 眼含泪花 而她的爸爸 却没有注意到 或者更糟糕的是 看到了 却不闻不问 这个女孩会觉得自己 无足轻重 如果这种忽视持续发生 她不仅会感到不受重视 而且也会按照 自己的确不受重视 且无足轻重的样子 来行事 始终如一符合期待的情感 会建立信任 而信任是孩子和成人 全部依恋关系 和人际关系的基础 在回避型的依恋关系中呢 父亲缺乏情感表达 肢体接触 和外在的感情交流 拥抱握手 亲吻和其他类似的行为呢 不是这类父亲的风格 成年后 这些被这样的 回避型依恋关系 抚养成人的子女呢 会用无情 冷淡 与人有距离 不会表达关爱 来描述他们的父亲 当然 这并不是说 这类父亲不爱子女 但他们很难用言语动作 来表达爱和感情 结果他们的子女呢 很多都变得习惯于感情的孤立 他们独自一人 面对人生的起落 而不会与他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当他们害怕沮丧 或是伤心的时候呢 他更喜欢封闭自己 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而不是从家庭和朋友那里 寻求安慰 孤独是这类子女 面对危机时 感到最安全的方式 成年后 这类父亲的子女呢 在职场上 也会同样 同别人保持距离 情感表达 依然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 所以他们很少会对别人发火 如果同事或下属 开始生气的谈论 上级或者是其他同事的时候呢 他们很可能会转换话题 回避性依恋的另一种影响呢 是子女们通常被视为孤独者和隐士 或者是工作场合上的局外人 缺少情感联系 不情愿 不愿参与别人的情感讨论呢 是阻止他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感情冷淡 与别人保持距离的人 不会很好地回应顾客 同事或是管理者 信心 信任 和事业发展呢 是建立在密切的人际联系上的 但是回避型的子女 不喜欢这样的交往方式 第三种抑郁型 抑郁型父子依恋关系者的孩子呢 并不明白 自己父亲的不快 还有压抑和自己毫无关系 在孩子们看来 父亲是因为自己才闷声不响的 当然这种影响也非常大 最后一类安全型 安全型呢 是一种理想的依恋关系的类型 这一类型的父亲呢 在情感上能够读懂 倾听和学会了解孩子的需求 他们懂得去信任孩子 并始终用这种方式呢 去满足孩子 早期在身体 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 这种早期关系的 信任感和安全感 奠定了未来所有个性发展 智力成长和职业选择的基础 不管父亲是哪一种依恋类型 大多数孩子都得到过父亲正面的情感表达 虽然常常是偶尔为之 然而始终如一才是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孩子才会知道 任何时候都有望 从爸爸那里得到爱和支持 我父亲和我的依恋关系呢 自然也是属于上面四种中的一种 断续型 违避型 抑郁型和安全性中的一种 其实从我一开始的故事讲述 你如果认真听的话 可能已经猜到了 我的父子依恋关系是什么了 先不说我吧 把关注点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和你的父亲的依恋关系 属于以上四种关系中的 哪一种呢 爸爸给孩子经常会带来 因为养育关系的原因 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最常见的 在人际和职业上的七个问题 包括以下几个 羞愧感 自我怀疑 缺少专注力 缺乏动机 缺乏责任感 情感不成熟 以及惧怕失败 不管是在私人场所 还是公共领域 这些问题在商业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中 都会出现 第一呢 是羞愧感 羞愧感呀 被许多心理学家视为情绪癌症 有效的理解它非常重要 如果对羞愧感的根源不加于治疗的话 它就会随着你的成长 而不断的增长 直到对你的精神情感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羞愧感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感觉 自我想法和核心观念 也就是觉得自己有缺陷 不够好 会失败 无能 表现糟糕 名不复实 难以成器 第二种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不同于羞愧感 它源于工作表现 还有职业角色中产生的不确定感 当你必须明确表达立场的时候 自我怀疑会让你对自己感觉不安 这种不断的担心来源于 你在精神情感和职业上 对自己自身能力的怀疑 而这种情感障碍呢 最终可能会导致你事业上的失败 第三缺少专注力 缺少专注力呢 是羞愧感和自我怀疑 作用于你的生活的结果 当你因为自我怀疑而焦虑 或者受困于羞愧感的时候呢 你很难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问题并不在于注意力本身 而是生活中某些潜在的东西 让你无法专心工作 多数情况下呀 缺少专注力可以作为指标 来衡量个人是否需要改变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有很严重的 厌倦工作 无法专心做事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可能就是一个信号 你需要有所改变了 第五种问题 缺乏动机 没有动机 不再专注于事业发展的正常方向 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也是父亲影响的一个很隐蔽的方面 理解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呢 可以使人维持较高的动机水平 第六 缺乏责任感 这是对人生影响最为强烈的一种父亲因素 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够承担责任 就能避开许多妨碍个人事业发展的情感缺陷和精神障碍 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在工作中不能无端指责别人的时候呢 才会产生个人的力量感 第六个问题是情感不成熟 情感成熟是不采用对抗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理解别人的情绪 处境和想法的能力 你能够理解别人具有不同的观点理念和意见 不会强求别人与你有相同的感觉和想法 你不认为在压力环境下 别人都会跟你一样去思考和行事 也不需要为了使自己感觉良好 而让其他人都同意你 情感成熟呢 是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理解他人 以及表达自己想法感觉和需要的能力 情感不成熟的人呢 则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感觉 必须将他们转达给职场中的其他人才行 爱发火是情感不成熟的一种标志 说明一个人没有能力理性的理解他人的观点 或者表达对自己特定情况的失望情绪 如果发火成为你沟通想法和感觉的唯一途径的话 那就大有问题了 情感另一个不成熟的特点呢 是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低 以上这六个问题 其实都可以归绝为一个问题 就是惧怕失败 每个人都了解对失败的恐惧 但很少有人能坦然而诚实的去面对他 你生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知识呢 都发端于你与父亲的相处 你越能承认自己对失败的恐惧 去承担商业风险 并追求发端于你与父亲关系的梦想的话 你就越接近事业和个人的自由之境 以上的七个问题啊 是我们生命中需要被清理的障碍 而要去清理它们的话 就需要先明白一个问题 基本的问题 也就是这七个问题 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并发展的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父亲的养育方式会造成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五种不同的养育方式 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性格行为与思想 我从2012年开始制作狗熊有话说的播客 期间呢 读了一些书 也结识了一些朋友 制作播客对我来说呀 最大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给我一个观察自己思考生活的平台 所以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 在自己的性格中有着父亲的种种影子 如果你认真听了我上面的内容 你可能会猜到 我的父亲是一个消极沉默型的父亲 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呢 让我变得不太善于和别人进行情感交流 当我觉得舒适且安心的时候 这不是个问题 但当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或者是遭遇压力的时候 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我到现在也会不太主动与关心的人 肢体接触 但我开始知道 这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 我也开始了解 让孩子感到被爱呢 比他实际上被爱程度的多少更为重要 孩子会基于自己感受到的爱和关怀 自然而然的培养起一种安全感 我们必须在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做出回应 而不是采用其他方式 这种情感的共鸣理解和以共情心对待能对待的能力非常重要 孩子在成年后会接受并成功的把这种能力运用于与同事客户和主管相处的时候 我也意识到了 哪怕你没有经历过完美的父子关系 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亲身经历并不是具有情感能力的必要条件 洞察力和共情心往往才是更有价值的资产 虽然我们的父亲对待我们的方式可能有着种种问题 但从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 这就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而且不论我们与父亲是哪种父子养育性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成长为最理想的一种 也就是良师义友心的父亲 我之前曾经介绍过一本书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伦森的自传著作绝非偶然 他在书里讲述了自己的父亲与他的种种问题 但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 自己充裕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父亲 他在书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如今常听到有人哀叹 我的父亲从未拥抱过我 一些男人用这句话 为自己冷淡孩子的行为开脱 但对我而言 父亲不擅长用肢体语言 表示内心情感的事实呢 反而令我下定决心 成为与他不一样的男人 父亲未曾给予他妻儿的柔情秘义 我一定要给予我的妻儿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我的小孩也即将出生 我在真正意识到自己 即将成为一个父亲之后呢 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 与阿伦森相同的目标 我也要突破自己的父子关系的禁锢 做一个好父亲 一个会让自己的孩子充满勇气 自信善良与生命活力的好父亲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推荐今天这本书给大家的原因 不论你是否成家 是否有小孩 你都有自己的父亲 回顾好自己的父子关系 才能更好地在人生的路上前行 最后别忘了 你开启未来的钥匙 是让父亲脱身离去 就像前面所说的 父亲没有办法偿还 他对你的情感欠债 因为这是你的账单 你现在知道如何把它一笔勾销 让自己不再拥有承担这些感情债务的自由 那么就让他一笔勾销吧 我和自己父亲的关系 还需要一些时间梳理 但我已经有所准备 我也即将成为父亲 我不想成为苛求成就型 定时炸弹型 消极沉默型 或者是缺席型父亲中的任何一种 我和父亲的故事刚刚开始 我作为父亲的故事 也刚刚开始 那么你和你的父亲呢 你们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狗熊阅读 我们下本书里再见 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阅读 爸爸的力量 这本书的分享 关于这本书更多精彩的内容呢 会在狗熊阅读的会员节目中 进行详细完整的分享 如果您也想自我学习 用耳朵每个月收听好书的话呢 不妨考虑加入 大狗熊的狗熊阅读会员计划 每个月与好书 用耳朵相遇 如果您感兴趣 不妨关注狗熊阅读的官方网站 3w.readwithbell.com 或者关注大狗熊的微信公众号 狗熊有话说 我们下本书里再见 I never told you how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what in the world I would do I just never made it through to you oh to you there goes a day there goes a week so many goals I had to reach the more I did the less I cared the more I miss the love you've shared if life is a song somehow it's sad I don't know the words without your dad you've been on my mind all the time and I'm missing you home used to be just some walls that I know but the truth of that home means nothing without you the love you've seen him oh to you you've seen him and I know you've seen him you've seen him ifacted him you've seen him oh to you its me from you I'm nothing without you